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我是编冬 那这个礼拜韩服呢7月6号的更新 目前官方网站已经公布了 那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呢 这个礼拜除了有五周年的 国王狩猎地的活动之外呢 他还更新了一个雪盟的 这个新的活动还有新的道具 我们可以直接透过雪盟的捐献呢 去获得这个雪盟的红装 这个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到的 好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吉尔塔斯的活动 这个基本上呢 可能是吉尔塔斯伺服器的吧 反正总而言之呢 他就是会在这个7月6号的10点 他会去发放这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里面呢 有三个这个烟火 然后呢高级变身抽卡包 两个 然后这是半包的 然后五个莫提斯的料理 五个莫提斯卷轴 以及三个龙之圣水 那这个会去发放 那下一个呢 就是吉尔塔斯的这个雕像活动了 那这个呢 可以使用三个小时 使用之后呢 你可以获得经验值加3% 以及近远距离 还有魔法伤害的减免加3% 好那这个是从7月6号 到7月的20号 好下一个活动呢 是吉尔塔斯的分身 这个是放在每日的试炼里面 你把它干掉之后呢 除了拿到经验值之外 还可以拿到 额外的这个名誉币箱子 那原本的变身币箱 当然也是有的 好下一个呢 就是五周年的活动啦 国王狩猎帝 大家熟悉的这个地方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新的任务就是 60级以上 你只要去每天打100只怪物 就可以拿到500片的叶子 那除此之外呢 在里面可以打到的视频 包括有 耳环戒指 手环徽章 肩甲印章 闪亮T恤 高级变身娃娃抽卡券 还有综合硬币箱 就是三色硬币箱啦 还有高级珠乎粉末 1-3 龍之宝石的盒子 还有这个金币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 60级以上玩家 可以说是一定要进去的地方啊 好在下一个活动呢 这个对台湾玩家来讲 这个应该是大家不但能去参加的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社群活动啦 好在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TJ啦 那这个TJ呢 是特殊的娃娃合成TJ 那这个是放在签到里面的 之前就已经公告 只是说如果你有签到的话呢 一直签的话呢 这个礼拜就可以去领取这一张啦 那再来接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这个界面的改版 那他这一次改的 一样是在收藏品的部分 现在的话呢 如果是红装以上的装备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点选之后 然后呢看右边这边 他可以直接在本幅交易所 或者是跨幅的交易所 里面去做一个搜寻 算是比较方便一点 再来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雪蒙任务 还有他的这个新的一个徽章凭证啦 那这个凭证呢 他只要去捐献喔 捐金币捐赚都有 如果是捐10万金币的话呢 每捐一次你可以拿到20个 那赚的话呢 300赚拿200个 900赚拿600个 这个是等比例的喔 那这个凭证呢 我们可以拿去制作这四件新的这个装备 这四件都是红装 而且他是刻印的 那这四件呢 他当然有一个所谓的套装效果 如果你不穿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拿去塞新的收藏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说 新的收藏是什么东西 那上面讲到这个凭证呢 除了透过捐献之外 我们还可以透过雪蒙任务去拿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雪蒙任务里面的奖励呢 新增了三个东西 一个是高级的箱子 一般的箱子 以及这一个凭证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 它里面有这个喔 那现在改版之后 雪蒙任务呢 它可以透过刷新的功能 去把这个雪蒙任务把它刷掉 刷成新的 那看起来是它有五次的机会去刷 那在这个任务里面呢 它有机会会出现这个Lucky 就是幸运任务喔 那这个里面呢 它就有机会拿到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箱子 我们看一下 它有这个箱子 还有这个雪蒙经验值 以及更多的这个雪蒙的新的凭证 好那你看这边是给到100个喔 那这个箱子呢 可以拿到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它箱子其实有分成两种喔 一种是高级的 一种是一般的 怎么分呢 85级含以上 就是拿这个 85级以下 84级 就是拿这个 那这两箱呢 基本上开起来 是一定会有1万的这个名誉币 好那里面的话 当然也会可以拿到几率性的 拿到刚才上面讲的那几个雪蒙的 这个新红装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有机会拿到这个变身卡 当然是高级的部分才有啊 好那另外呢 还有这个新的凭证喔 从1000到100个这边都有喔 那当然 一般的也会有 只是它的数量呢 相对来说是少一些喔 那另外还会拿到三色币喔 4000个 那一般的话呢 它是2000个 还有这个高级祝福粉末 100个 或者是纯白万能药 好那我们在做雪蒙任务的时候呢 它现在也会新增了一个光环喔 像它这个图片上 黄色的部分呢 就是雪蒙任务的怪物 它会显示光环 但是呢 如果说你的一般怪物 就是一般任务的怪物 跟雪蒙任务的怪物 如果重叠在一起的话呢 它会优先显示一般任务 也就是说 你会先看到绿色的光 然后绿色的光的任务解完之后呢 你才会看到黄色的光 是这样子喔 好 再下一个部分呢 就是死神伺服器开放移民喔 其实也蛮快的喔 这个 大概四五个月左右而已喔 他们就开放死神的这个移民啦 那这个礼拜的礼包部分呢 其实啊 严格来说 它也没有什么新的 这个跟之前卖的东西都一样 大家可以看图说故事喔 那这个凭证可以换什么呢 如果是以一般伺服器来说的话呢 两张你可以去兑换三个高级祝福粉末箱 四张的话呢 你可以去兑换最高级的娃娃抽卡包 一个这样子喔 好 那其他的伺服器 我们就不特别去讲了 好 那这一次的更新呢 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啦 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这个雪蒙任务的部分 我觉得 以后的话呢 这个对分身流来讲啦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参加啦 尤其是在雪蒙任务喔 你雪蒙任务参加的越多 拿到红装的速度 或者是说 我们去完成 红装套装 能力取得的这个速度 也会更快 分身流 一样有它的优势存在 好那这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跟分享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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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